第四节,刚才我们提到日本的登月计划, 在日本科学的研究是不是一直有一些新的突破? 很有趣的,你看日本和英国在物理科学的研究, 他们是很集中专征在某几样东西的, 譬如我们说英国在应用光学很专征, 尊征到连美国都要追的,日本很有趣的, 刚才我们讲到Livium、李金属, 其实大家记不记得,在最近的诺贝尔物理学长班长, 曾经试过颁给锂电池的发明者,是一个日本人来的, 你会看到日本在某几个很尖端的项目, 它又贴到它世界很前, 这个就是因为他们的资源受限, 他们没有能力全方位去给资源所有的研究项目, 他们就会确认某几个研究方向, 他们就会放得特别多的资源, 但是一放就是世界尖端,一放就是诺贝尔级数了。 我们今天也有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发言, 但是这个来自一个Ritken,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你可不可以再讲一次这个是什么研究的学院? Ritken,R-I-K-E-N, 如果直接日文他们的汉字对应就叫李延, 理工科的理,研究的研, Ritken就是理研, 那其实就, 我都知道有位香港朋友, 去了那儿做这个神经科学的研究的, 这个Ritken在很多的基本科学里面的研究, 他们都各有专征的, 比如你说那些干细胞科学, 甚至乎有一些化学, 比如你讲整理电池, 和这次讲的这些核子物理的东西, 原来李延都非常专精, 那这次这个研究要报道和大家就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一个叫做Oxygen28的核酮位素的一个研究, 那在这里呢, 又有一大段关于核子物理, 就是关乎到它这个量子力学在核子尺度的那些知识, 是一个相关的研究, 那这里呢, 就要等我去尝试慢慢讲给大家听, 就是说, 在那个核子层面的量子力学, 和我们一般认识的量子力学有些什么的不同, 那这个研究究竟是希望验证些什么? 那我就自己会认为呢, 这次日本这个发现呢, 是令到我们对于在核子层面的量子力学,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线索, 来去帮助我们怎样改进我们那个理论, 那因为呢, 我们一路经常讲, 量子力学似乎都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学问, 就是如果我们拿去研究那些, 氢原子上面的能阶, 我们去理解那个光电效应, 和那个激光, 为什麽放射, 甚至乎去到大一点的层面, 譬如由这个奥本海蜜他们研究, 将量子力学引入到去, 在分子化学层面, 了解一些分子的行为, 就是它那个上面的能阶, 那些化学反应是怎样的时候呢, 那用回由那个传统建立下来, 那些这样的量子力学的那些公式, 再加上我们上个星期又提到, 量子电脑那些技术, 是可以计得很准, 很漂亮的, 是的, 那这个我会说, 只是限于化学层面, 和那个牵涉到, 电子层面的量子力学, 我们似乎就可以计得越来越好, 但是, 量子力学呢, 其实同样, 你如果将它, 看到它原子核的层面, 其实是有一套叫做, 在原子核层面的量子力学的, 其实呢, 有一些, 如果大家熟的, 或者听过呢, 我们听过的那些学问, 叫做量子电动力学, 量子电动力学, 很多时候又讲到那些光电效应, 和一些和电子有关层面的, 那些量子力学, 那很多时候就是量子电动力学的东西, 所以我们讲到那些半导体工业, 那些这样的东西, 我们会, 就是和讲那些粒子模型, 那些基本粒子出来的那些电场, 如何和外面其他粒子去相互作用, 一个比较, 不是太远, 又不是太近的距离呢, 我们就要讨论到量子电动力学, 那但是呢, 再有一些叫做quantum chromodynamics, 叫做量子式动力学, 那这门学问呢, 就是用来去解释什么呢, 就是讲一个中子, 或者一个质子, 就是说讲那些原子核, 里面那种尺度, 那些夸克和夸克, 甚至跟一些叫gruon之间那种行为, 我们就需要用到一种叫做量子式动力学, 来去了解, 进而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明白, 为什么在原子核里面, 那些中子和那些中子和那些质子, 再和那些质子会黏在一起的呢, 我们都需要用到这些叫做量子式动力学, 来去了解, 那我们去读高中那些化学的时候, 我想很多人, 你都会记得的, 要记那些电子, 那些外围的轨道, 要砌多少粒电子上去才为之稳定, 那我们有些数字要背的, 就是28, 18, 32这些数字, 比如说, 你看个元素周期表,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这个害气, 是相对一个比较稳定的气体, 就是因为害气外面有两个外围电子, 这两个外围电子, 就满足到它最底层的电子轨道的稳定性, 所以呢, 害气都相对在化学上面没有那么活跃的, 然后再数了, 轻害李皮鹏, 炭淡养忽乎奶, 奶, Neon这种气, 它在元素周期表排第十, 就是说, 它在外围有十粒电子, 然后呢, 就是这十粒电子里面, 有两粒满足了最低轨道的稳定性, 剩下那八粒, 又帮我满足在第二楼的轨道的稳定性, 就是说, 那个电子在哪个灵阶, 哪些轨道稳不稳定呢, 是很视乎你填不填满去的, 你填满去, 它就会稳定, 有了这些量子力学理论, 帮我们计算一下, 我们就成功理解到, 为什麽在元素周期表, 有一堆东西叫做多性气体, 是的, 也都理解到, 为什麽有一些元素, 它是化学上面很活跃, 就是譬如你说那些, Protessium, Sodium, 这些在第一组别, 就是在元素周期表第一组别的那些金属, 它在一个原本稳定的结构之上, 多了一粒很不稳定的电子, 所以它在化学上面很活跃, 那说来说去这些东西呢, 其实就是在讲传统的量子力学, 描述电子和一个原子的量子力学而已, 但是今次这个李延去讲的这些东西呢, 去研究这个氧28同位数呢, 它是在讲一套, 在那个原子核层面的那套量子色动力学, 在讲那个强作用力, 是怎样去形成的, 而很有趣, 在这个这样的核子层面的量子力学呢, 我们一样可以计到这条数呢, 是会计得到, 如果你的原子核里面, 那个数目是符合到某一些magic number的时候呢, 这个原子核就会特别稳定, 就会特别难去衰变, 就会特别难去变做其他东西的了, 那我们在其他的测试里, 我们也都验证到这件事的, 似乎现在我们都会认为, 在那个量子力学, 就算是在讲原子核层面的那些量子色动力学, 我们都是找到一个对的方向, 去成功解释到一些的核子现象的, 这次日本这个最主要发现, 就是它透过研究这个氧28的同位数, 就发现这个氧28的同位数, 就是原本我们认为它的核子应该是稳定的, 结果它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稳定, 于是乎呢, 我自己觉得在理论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它似乎提供到一个新的线索, 帮我们理解到在核子层面的那套量子力学, 是否需要作出一些的修正, 这个就是最主要的结果。 那它里面有讲到一个叫做double magic test, 当然刚才你提到的就是那个魔术数, magic number, 但是为什么是double呢? 这里很有趣, 首先我们想一下, 这个氧的这个元素, 它是由多少粒中子, 多少粒质子去构成的, 如果最一般呢, 譬如正常的氧, 它是16粒中子加质子, 即是说, 16粒里面有8粒是中子, 8粒是质子, 氧在整个元素周期表里面排列第8的, 所以它是有8粒的质子, 即是有8粒的正电荷在它的核子里面, 所以它外围有8粒的电子, OK? 那它8粒的电子里面, 2粒满足到第一层的结构, 剩下6粒满足不完外面所有结构, 所以氧气在那个化学上都是会活跃的, 但是在氧气的核子里面, 它有8粒的质子, 和8粒的中子, 这个8呢, 原来在那个量子的那个核子层面的量子力学里面, 都是一个magic number, 是令它更加稳定的, 它的质子数是8, 是符合一个稳定的结构的, 这个在这里又要补充一点, 在那个原子核层面的量子力学, 和这个原子包含了电子层面的量子力学, 那些magic number是有少少不同的, 不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我们会说2,8,18,32, 这个就是对于电子逐层数来说, 你第一层要是2, 第二层要是8, 第三层要是18, 第四层要是32, 但是在那个核子来说, 它又有另外一个组合的magic number, 其实在那个台长, 你看这个physics world的文章, 它的magic number就是2,8,20,28, 就是说在这个核子层面里面, 如果你那个中子的数目, 或者质子的数目, 是2, 是8, 是20, 是28的话, 照算它就会带来额外的稳定性, 令到这个原子核特别难去衰变, 那个衰变是, 无论是alpha衰变和beta衰变都会特别难, 在这个有8粒中子和8粒质子, 就是说那个同位数, 就是那个量的重子数是16的情况之下, 就是8加8, 8和8都是match到的magic number, 就是说这个, 在这个仰的原子核里面, 无论中子数, 因为它的质子数, 都是会带来额外的稳定性, 所以我们看到oxygen16的这个元素, 它的核子是很稳定的, 是有一个特别长的半衰期, 就是很难你才能够虽变的, 那我们一样可以找到在元素周期表, 很多其他类似, 拥有类似这些double magic number的元素,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Calcium40, Calcium40就是20粒质子, 20粒中子, 那你如果看回它这个文章讲的magic number, 20就是magic number, 就是说无论质子数和中子数, 都match到20这个magic number, 那我们也都在这个Calcium40的同位数上, 看到额外的核子稳定性, 好了, 我们试过好几个的, 另外还有一个是Calcium48都试过, 20粒质子, 28粒中子, 那于是乎又是比较稳定, 但是就不够Calcium40稳定, 差哪个未试呢? 原来试来试去就差oxygen28未试, 为什么是差它未试呢? 原来是难做的, 我们不是说纯粹将oxygen, 你硬在它上面不停地加一些中子, 就令到它可以越来越变成oxygen28, 就是你想想, 原本由一个oxygen16, 你加一粒中子变成oxygen17, 再加一粒变成oxygen18, 但是呢, 你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给你加到去28的, 你加一下就会有些是衰变了的, 提早衰变了, 那我们就唯有有时候要兜路了, 我们不可以由一些轻的元素到慢慢加重, 去砌到oxygen28出来, 我们可不可以由一些重的元素劏开, 去让它可以变成oxygen28呢? 原来这里又要借助oxygen40, 劏开oxygen40的原子核, 来去制造oxygen28出来, 所以我为什么要认为这次日本这个理研机构这么了不起呢? 就是因为它能够设计到一个实验, 怎样在一个其他的核元素里那里, 令它进行一个适当的核反应, 令到原子核被劏开分裂了, 产生到一部分是oxygen28出来, 那它就是要将calcium40, 坎落一堆Beryllium那里, 就令到Beryllium原子核就劏开了它, 劏开了这些重的calcium, 令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对比较轻的oxygen28出来, 再由这个oxygen28那里, 看看它的稳定性是否高, oxygen28照计match到magic number, 因为它是有8粒的质子, 加20粒的中子, 8match到magic number, 20match到magic number, 所以我们认为它是double magic, 应该是额外稳定的, 而最后发觉不是, 而最后发觉它都是非常不稳定, 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稳定, 那么问题就来了, 现在究竟我们的理论那里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去, 就是成功地去处理到, 预计到它的稳定性呢? 那么第一件事我们会怀疑就是, 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这个描述, 核子的那套量子力学那里, 需要引入一些新的修正呢? 不是什么大改, 但是似乎有些小收小保要加上去呢? 如果我们真的成功找到这个小收小保, 成功解释了oxygen28的行为的时候呢? 其实就很有趣了, 我们就有能力去更加妥善了解, 中子星上面那些中子的行为会是怎么样? 因为在天文上面, 中子星就是一个有很多neutron, 在它的地壳上面的一个星, 那么这些一大堆neutron放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行为会是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很依存着, 我们在核子物理层面那套核子的量子力学, 来去帮我们了解在天文尺度里面, 那一大堆中子星上面的中子会是有什么行为的, 所以我们不可以错过任何的修正, 所以我就会, 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发现, 似乎就是好像集油那样, 我们可以找一个我们以前找不到的元素, 看它是否稳定, 其实意义远超于化学和核子物理的层次, 最后我们似乎可以帮我们, 对于那种天体的现象, 是可以给一个更加仔细的解释在背后。 嗯, 好, 那我们这一集完成, 我们稍后回来就是这个科学回忆路, 嗯, 梁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也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 分享, 留言和按钟仔呀!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 请不吝点赞,